我們接下來繼續看到 十三之三 CLOSURE CLOSURE就是中文就是臂包 然後我們先了解它的原理 還有它的功用 好的 在電腦科學中 就是CLOSURE 好 然後它有兩種 有一種是Lexical 就是詞法臂包 和韓式筆包Function closures 好 那這個自由變數將跟這個韓式一同存在 如果離開它的環境也是一樣的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 像這邊呢 這個 我們有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然後Function裡面有一個變數 叫做MSG 味精 不是 MSG 就是Message 然後呢 就Lexical closure 好 然後它的Display 它裡面是不是又有一個Function 然後它在這裡定義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開始往外面找 這個MSG 所以在這邊 它就是會抓到這個的 Lexical closure 只有這個 然後這個Function呢 你再傳給 呃... MyFunk 所以MyFunk 其實就是DisplayMessage 然後擁有的 這個MSG 這個Message的訊息在這裡 所以當你外面也是用 就是全運變數MSG 你去Call這個MyFunction 其實它還是Alert 會Alert出 This is a closure 好嗎 那我們跑一下 它是一個... 看一下 Function Function msg 等於 this is a closure 然後呢 function display msg 然後這是在 function 裡面去declay一個 function 然後這個 function 會做什麼事情呢 他這邊有alert 我不喜歡alert 所以我們用console log 因為用alert 假如你在 vs code跑 你可能就會砸掉 所以不想這樣用 好 這邊呢 我們把這個 裡面的這個 function 丟到外面給別人用 然後我們這邊要做什麼事呢 外面 再去宣告一個var 然後這個var要幹嘛 my function 等於closure 然後這個culture 這邊有执行嘛 有call他 然後return把這個給他 好 OK 那這個時候 假如說我們去 執行my function 他會給我講說 他會執行console log msg 因為他是display msg 那如果說 我今天 在這段code最上面 然後我去說 哦 什麼var msg 等於 this is global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msg在外面全域的時候 他會跟我講說 哦 this is global 可是我們在執行my function的時候 有沒有 this is closure 因為 他是把裡面 這個環境的msg 就是在裡面這個變數的 this is closure 包起來 還記得嗎 靜態作用域 靜態作用域 是不是就是 當你在宣告的時候 你msg找到的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function被包起來 就算到外面 他去call的時候 他call msg 就不是找全域 他就算在外面全域的call他的時候 因為他還是從裡面 的環境抓出來 OK 這樣理解嗎 這不是跟 好 這邊 呃這個中文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對 好 我剛剛也有解釋 好 壁包的功用 壁包能把你的資料 透過作用域的環境 把它 就是 包出來 可以丟出來 那 使用壁包 呃可以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有很多的function 有很多class 然後它是 有辦法讓它private的能力 所以你外面是沒有辦法拿到 裡面這個function的一些參數 OK 就是你這些function 只有比如說你return出來的 或是return出來的function 你是可以拿到 在裡面 做了 什麼事情 外部是無法存取的 那外面也看不到裡面的變數 OK 那這個是 壁包 13-3 那本身的重點 就是 了解了變數領域的一些 基本概念 然後呢 也了解了說 傳統是只有function的作用域 那 新的es6 是有 那個block的作用域 那也了解壁包的原理和應用方法 就是 其實裡面的一些訊息 還是有辦法可以傳得出來的 只是你可能要把它包成是一個function 然後在外面再把它call出來 這樣子 再把裡面那個環境叫出來 所以有時候在傳的時候 就是要 對closure清楚的認識 OK 像之前面試的時候有考過 就是 呃 你裡面的值 裡面的scope 作用域 要怎麼把這個值傳出來 你就要對closure很清楚 你要把它包成一個function 然後在外面再把它抓出來 其實是在看裡面的東西